今天我找你們拉燉豬肉排 還有第二個烤雞 幾個網路上大家想問的問題 一般食材要怎麼買湯 蔬菜水果可不可以放在一起 味道比較重 臭臭的食物要怎麼保存 你好 蔬菜開後了 對 你們今天我的冰箱整理好了嗎 師傅都整理好了 我幫你整理 我頭很痛耶 哦 這樣子的哦 今天主題是冰箱要介紹的 所以我的一個好朋友LG 大家給他們老闆說 你好 有些新的冰箱有什麼東西嗎 有的有的 當然就這樣送給你 所以LG他們安排最新的 Insta View 超超看門專門冰箱冰箱 你們這邊來看看 哇 師傅 今天這台冰箱不太一樣耶 顏色很新潮 他們主題是什麼 這邊你看看 主要是 超超門 動動的時候呢 裡面看到裡面的飲料的東西 我們常常喝的東西在哪裡 所以直接打開 拿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的話整個門打開對嗎 但是這種方式的話呢 比較 叫不用一直打開嘛 所以會沉澱也可以的意思啦 還有他們冰箱的話呢 這邊的門盤的話呢 顏色可以換的哦 我們裡面看一下 裡面長得怎麼樣 一個東西是沒有 別的冰箱有這邊沒有的哦 中間的你們知道嗎 一般的冰箱來 可以說 前一個 但是他們是沒有 所以他們的空間很大 老師我這邊有幾個網路上 大家想問的問題 一般食材要怎麼擺放 一般食材的話呢 這邊的有 兩個門對嗎 這樣子 跟 三層這樣子對嗎 所以這個是 兩個是 真的完成 分開功能的 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 蔬菜 水果類的 保存水分 需要的東西 是放在這裡哦 還有呢 這邊的 一二三層 對嗎 下面的話 肉類海鮮 撐的東西 放在這裡哦 中間的話 你已經 處理好了的蔬菜 或者是 煮好了的 東西放中間 還有 他們的話 這樣的 包裝好了的東西 或者是 壽司類的 放上去一下 這種方式是比較好哦 一般的冰箱的話 它的裡面的地方 空氣出來的 這種方式 所以 月裡面 月冰 肉類的 海鮮類的 比想 最裡面要放哦 這樣子 因為溫度是最低的 但是 欸 其實不需要 為什麼 你們看這邊看到嗎 這個 多阿酷林 這個新的系統哦 所以這個系統是幫助什麼 溫度是 非常平均 不是裡面去 冰 外面去冷 沒有這個 因為這邊的多一層哦 這邊的 冷的空氣會出來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蔬菜水果可不可以放在一起 其實 可以 但是呢 我的建議是什麼 硬的東西 冷的東西 不要一直放 譬如說這個好了 紅蘿蔔很硬 對嘛 譬如說這個 它是很軟的芝麻耶 混在一起放的時候呢 我們門開打開的時候呢 它壓到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染掉了 所以今天 重的東西下面 染的東西下面 師傅那味道比較重 臭臭的食物要怎麼保存 當然譬如說我都要打算 你們看一下這邊 會蓋子的東西要蓋起來這樣子 或者保鮮膜 菜的進去之前一定要蓋起來哦 但是 LG的話呢 不用擔心 這邊哦 你們看到嗎 海金 Fresh 其實韓國菜有很多小菜 對嗎 因為平常會很臭 特別敏感的臭味啦 所以他們 LG是韓國品牌 對嗎 所以他們做出來一個功能的話呢 裡面的臭臭的味道會取掉 那放進去冷凍庫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冰很久 都不會壞 不是哦 不是 很多人誤會這樣子 我們冷凍庫這邊看一下 它有些東西 肉類的話 會乾掉了 我的建議是什麼 大概保存一個月而已啊 一個月插過的時候 稍微處理一下這樣子哦 生的肉呀 或者是已經處理過的肉呀 這樣子放 還有今天煮菜的話呢 這邊 這個差不多一個月 我今天要處理 還有一邊是什麼 冰淇淋呀 或者是 冰塊這樣子 冰塊是遠遠的 也太特別了 哦 這樣子的 這個他們這次的一個特色的話呢 冰塊看嘛 圓形的 很高級的一個 酒吧吃的時候 出生的這個 等一下我們飲料做的時候 看一下它的效果 先 冰塊 冰塊是圓形的 這樣子圓形的 跟整方形哪裡有差的話呢 冰塊裡面很多的時候 越喝越淡的味道出來的嘛 圓形的話 慢慢慢慢慢慢會融化 沒有高級的感覺 哇 我們一直煮飯 哦 對 對 我忘記煮菜耶 哦 我們要煮菜 不是 對 對 哎呦 今天的話呢 我找你們兩個菜 那一個是什麼 辣燉豬肉排 還有第二個的話呢 烤雞 還有今天的比較特別一點 我想要找你們 微波爐 它的比較特別哦 它的名字是 nail shape 滋味扁平 蒸紅烤微波爐 不是單純的微波爐 烤箱 微波爐 漆加過 所以我今天用這個找你們要怎麼做 微波爐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退冰的功能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昨天忘記了 馬上寫著裡面進去 退冰箱 這是真的 印象到它的落字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什麼 前一天 冰箱裡面慢慢慢慢退冰 或者是 微波爐用退冰 這種方式比較適合的 而且微波爐的話呢 做這些經濟店嘛 還有它們有特別 退冰的功能哦 按 按的時候它說 這個裡面放東西是幾顆 公約大概800顆 所以說呢 按一下 它自己會調整 還有呢 一般來說 微波爐一個離奇 咿咿咿咿 這樣的話 它是 智慧變品的 用它的火力 跟退冰的力量 要調整的 師傅 這個跟你之前 好像很像耶 那一台 對 之前我其實用的是一樣 Neo Shape系列的微波爐 但是這次換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顏色是米白 對我來說的話 米白黑色都可以 但是我們家庭煮不斷 也是很重要 對嗎 大家稍微換一下這樣子 Wait a minute 這個我們等退冰的時間 我找你們 豬肉排什麼煙的呀 我的レシピ的東西 這邊進去裡面一下 這樣打之後呢 豬肉排 這邊的レシピ的量的話 這個醬汁的話 看起來也很多 但是裡面是還蠻多的蔬菜 鹽過之後 今天要做多少量用 豬肉的話 剛剛一樣 冷凍個年放下 還有一個月以內 這樣子哦 大概一個小時以上 鹽之後要用哦 這樣 我們這邊好了 我們看一下 有一些微波的話呢 退之後 按下去之後幾分鐘對嘛 有時候它是 退冰就會鎖的 但是 大家不用擔心哦 你 它的顆粒對的話 不會鎖 這退冰 完成退冰而已哦 這個也有一波肉 你們買的時候 給你們的哦 這個是真的需要用的 但是 燉菜也可以用哦 這樣子 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最好的退冰的方式的話呢 它的肉質是不要出來 有些很多水分出來的時候呢 哪個不是水分 它是肉的好吃的味道是出來的 它的話呢 酥匙跟肉質是 完成一起的 這樣子 豬肉的水分是沒有出來的 因為 滋味餅品功能的關係啊 畫看一下 還有中間 多芽菜也放進去哦 肉質上來多芽菜的上面 燉菜比較適合 馬鈴薯、蘿蔔 在切的時候一樣 它需要大概50分鐘 它的切的方式也厚一點切哦 這樣子就直接進去 這樣子之後 這邊要殺烤的功能 可以看這裡哦 這邊有更新的東西解釋哦 今天的話 要用是殺烤功能 它其實殺烤功能裡面有 魚、豬肉、雞肉全部setting不一樣 豬哦 所以它看的時候呢 5號裡面的料是多少顆 所以今天大概1公斤 這樣子 還有 按一下就開始哦 所以你們看的時候 皮肉跟豬肉有差嗎 它覺得有差 所以它的設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按下去 看一下它後面做出來的感覺哦 它的嘗試的話呢 做青蔥跟芝麻叶 你們有買得到芝麻叶的話 放一下 相機還滿不錯哦 好 好 這邊好了 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的 翻過來一下 豬排 芝麻叶 還有青蔥 然後芝麻 最後香油一點點補一下 今天的燉熱排 就完成了 準備的東西就沿過一下 還有微波爐按一下 就出來是這種感覺哦 還不錯是不是 所以我們後面的雞肉菜做一下 烤雞的部分的話呢 直接也進去也可以啦 但是我喜歡的方式是 花開的方式哦 中間的骨頭 切一下這樣子 太容易 太大了 還有它是土雞 骨頭很大 這樣子中間的骨頭 剪一下這樣子哦 這個骨頭是沒有 幾乎都沒有肉的哦 花開一下這樣子 它是變成這樣子 蝴蝶 蝴蝶蝶蝶蝶蝶蝶蝶 就這樣子 直接烤也可以的啦 但是多一個機操是什麼 它的腿 這邊是最難說的 最厚的 就 倒著一幹 這樣子 這邊一次 還有雞蔥一次 一次 鹽鍋的味道容易吸進去 它味道的話 味噌、啾、打蒜、黑胡椒粉、咖喱粉 鹽果的酥子 塗一下這樣子 再稍微抹一下這樣子 當然喔 前一天晚上鹽果就隔天烤進去好的啦 但是沒有的話沒關係 就最少一個小時放一下這樣子喔 一個小時之後呢 上面的油塗一下 現在可以開始烤喔 烤進去裡面喔 師傅你這樣放就感覺微波爐好大 所以其實一個整隻的進去也可以 因為很大還有很深 所以很多東西會進去 為什麼微波爐大很重要喔 很小的微波爐裡面 很多東西一直塞進去之後呢 它的微波爐功能其實不會那麼好呀 烤箱也一樣 不要80%以上的東西進去裡面 一樣燒烤功能 雞肉的話4號唷 今天雞肉是1.5公斤 開始一下 大概1小時58分鐘 所以我們1小時之後看一下 還有在這裡烤雞烤店嘛 但是需要什麼 烤漿 所以我今天找到你們兩種醬 一個是醬油口味的 還有一個是辣的 醬油的話 我的レシーブ的東西全部先進去裡面一下 不用關門啦 你開門盯著它看一下嘛 3秒就會解決的啦 你不要笑唷 這是我幹嘛 真的 這邊滾住後呢 圓圓粉跟鞋液 放的東西進去裡面濃出來就可以喔 這邊的這樣子 勾勾的感覺出來就可以喔 加辣的話呢 裡面的東西全部進去裡面 還有辣椒粉進去裡面滾一下 師傅你醬油為什麼都要煮過啊 不是調味料進去拌一拌就好 主要的原因的話呢 它是過程需要的嘛 過程的一定要煮出才有過程的機會 醬油其實滾過的醬油跟沒有滾過的醬油味道不一樣 滾過後呢 比較平衡一點的味道會出來 最後醬油一下 還有青蔥的話呢 裡面的其實 東西裡面全部進去就半半做好了 不用滾喔 就這樣子可以用喔 這樣我們看一下肌肉喔 哇 肌肉一下可以 這種感覺 它的皮還有顏色是已經出來的 慢慢點 說現在你們 可以決定 辣口味還是不辣的口味喔 比如說我要辣的口味的話 一般我不要拉的话,这样子补一下这样子 直接吃也没关系 但是你们看的时候,上面有它的螺子出来的可以看到吗? 所以它会积锅子里面 这边滚的时候呢,这里有蘑菇类的,蘑菇进去里面 什么蘑菇都可以哦 进去里面一起炒一下 它的上面抹一下 青春跟它的青春酱做到进去里面 拌一下 拌一下,拌一下 然后上面炸进去 我们这边猪排跟鸡肉已经准备了 我们试吃一下 今天找你们一个辣炭猪排跟烤鸡 还有烤鸡十二的三种匠 还有现在的其实妈妈们一边要工作 还要回家要煮菜 所以期间期间的非常值得 但是今天呢,我用这边的 Nail Shape 滋味扁平 蒸红烤尾波乳用 先沿过 按下 做出来,一个下一个做 做出来肌肉 这样,我们这边肌肉看一下 这样做 哇 看到吗? 哦,粉丝对吗? 里面的肉系软软的 还有外面其实会确确的 但是尾波乳的皮不会确确的 有软软的哦 那师傅 那这一台尾波乳好清洁保养吗? 哦,对 主要是里面的,对吗? 因为这种烤东西都喷出来的 啪啪 它们端呢,里面是一个 它们是Easy Clean 里面的一层特别的一种 coating之后呢 插息很容易会插到的啦 所以这样子,做煮菜之后呢 稍微插一下这样子 这边是不沾过一样 很容易会清洁的 那师傅,你觉得选择冰箱最重要的 有哪些要件 第一个端呢 我觉得一定要搭一点点的 里面搭的时候呢 过冷里面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我是擦一擦的也一样 睡着的冰箱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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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没办法睡着点 一定要安静 第三个是什么 保护也很重要 它们端呢 使命保护 它的冰箱的 牙收机是它的重点的东西 它是会使命保护的啦 今天你们喜欢我的菜端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 还有你们想要学菜的话 下面留言一下 现在很多新的机器会出来 对吗 你们想要知道哪个机器怎么用的话 下面可以留言 我下次有机会的找你们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